1995年6月12号 中华航空及长荣航空 向美国波音公司购买波音777可机 这项价值300多亿台币的构机计划 在我国当时的交通部长刘兆玄 与美国运输部长潘尼亚的见证下签署完成 我们很幸运地有这种很正确的关系 我们知道在未来会有更多的关系 这次华航和长荣一共订购了12架的波音飞机 航空公司也表示向美国购买飞机的计划 会持续扩大进行 澳大利亚运动场热闹的开幕典礼 可以说是为明年雪梨奥运热身活动正式揭开了序幕 1999年6月12号 澳洲雪梨举办了奥运场馆的开幕仪式 主办单位用尽心思以世界级的足球热身赛开场 并举行了一连串热闹的演唱会 展现澳洲人将主办奥运的荣耀 此外雪梨奥运的场地规划也被外界大力赞美 澳洲政府不但对体育场馆做了长远的规划 还利用荒废的沼泽地和废料厂兴建奥运村 大大节省成本之余 也被外界誉为是最成功的奥运模式 观众朋友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 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CH52华氏的频道 而且记得哦 一定要帮我们分享 按赞 还要开启小铃铛